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有100万瑞尔 约1600人民币 而当地的学生和僧人可以免给过桥费 这座竹桥建造过程复杂 方便了两岸的居民 不然大家出入就只能依靠船只通过了 像这样要收过桥费 大家也是能理解到 但是许多游客都觉得这竹桥的过桥费贵 怎么样小伙伴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了 下一次交代大家去看更有意思地方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评论点赞和关注哦